另外一个维度来看一下巴尼冲突,2月27日,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激烈空战,不仅仅是燕巴之间的全方位较量,也是燕度总理莫迪和巴西先总理阿姆兰汉的全方位对决。 莫迪是个老江湖,巴基斯坦先总理阿姆兰汉相对来说,则是正常新秀,在这场对决中,莫迪完败。 2月27日,印度空军杀鱼而归,遭遇花铁卢事件,巴基斯坦出动骁龙战机,击落了印度两架王牌战斗机,并且俘虏了印度王牌飞行员。 不过,让国际社会和印度莫迪政府符乎意料的是,强势出击的巴基斯坦画风大变,巴基斯坦总理阿姆兰汉对外宣称,将以最快速度,释放印度被俘的飞行员。 当地时间3月1日下午,被申请活捉的印度飞行员,越过国际线被归还到了印度一方。 巴基斯坦新总理阿姆兰汉,这一措施,可谓似两波钱筋,充满了政治智慧。 第一,2月26日,印度幻影两架战斗机越界轰炸之后,阿姆兰汉没有丝毫犹豫,立即出兵,强势出击,击落了印度的两架战斗机,以牙滑牙同胎复仇,把莫迪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第二,在军事上的手术后,巴基斯坦迅速释放善意,释放印度被刑员,向外界宣称,侵略的是印度,巴基斯坦仅是自卫行动,巴基斯坦无意挑起印巴之间的全面战争,期待国际社会的调停。 巴基斯坦新总理阿姆兰汉的这种行为,在国内收获了众多粉丝,在国际社会也为巴基斯坦赢得了声誉。 而印度总理莫迪则热苦难言,要知道2月14日,宁控克什米尔地区,遭遇了巴基斯坦民间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的暴恐袭击,一定意义上说,印度是受害者,这场战争印度应该站在道德高地。 正是因为占据了这个优势,经过了十多天的筹划,莫迪才最终选择出击。 在2月26日凌晨,除了幻影两阶战斗机,对巴基斯坦实施了越界军事打击行动。 莫迪此举是想在国内扮演硬汉,煽动民族主义情绪,为自己再次赢得总理大选,做舆论准备。 不过可惜的是,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出击,击落两架印度战机,狠狠地抽打了莫迪的脸。 现在巴基斯坦又主动释放善意,使得莫迪反击巴基斯坦的军事行为无从下手。 要知道,莫迪在执政后期,被印度选民广泛质疑,其支持率迅速下滑。 巴基斯坦从里阿姆兰汉的这招刺两拨千金,使得莫迪非常狼狈。 使得莫迪2019年5月份的大选,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本号张文平坎军事分析,莫迪太过轻敌,对自己的执政水平,以及印度军方的实力太过高估。 莫迪没有意识到,巴基斯坦军方会如此快速地以牙还牙,而且直接瞄准为印度的王牌战机下手,一出击就击落了两架,印度的王牌飞行员,还被生情活捉。 莫迪本来是想上演一场政治秀,最后却发现,自己并不是这场政治秀的主角,反而是小丑,衬托出印度心。 总理的智慧与强悍,由此可以推之,接下来印度莫迪政府,如同哑巴之黄连有口难言,对巴基斯坦的空战行为,军事报复不合适,退避耶和也不是最好的选择,莫迪骑虎难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